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24号结束 议程包括审议有关任免案 65岁的李尚福早前传出卷入贪腐案 8月29号以后没有公开露面 此前传出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刘震丽将接替李尚福 但随后又有消息称 不排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兼任新防长 57岁的秦刚去年10月20大入选中央委员 12月任外交部长 今年两会被破格提拔为国务委员 他今年6月失踪 7月被免职 外长职务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兼任 新唐人电视台纽约报道